好那再来这一题 首先的话我们这边画的方式 一样就是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部分是这个 这个地方 这边有这个点我不知道 那他有给我们一个讯息 是这边62 所以这边可以画一个圆 从这一点画一个圆 然后这边到这边有一个 这边也可以画一个圆 是81 就可以得到这一点 那这一条线 我们可以用极座标来画也可以 其实用极座标来画最快 极座标你只要设定几度呢 嗯不是喔 这边0度嘛对不对 画过来应该103 因为这180 所以减掉77 所以103 你用极座标就可以画出这一条线 那他的长度不知道对不对 没关系画长一点点 画长一点之后 知道这一点之后 画一条水平线 碰到他不就是知道他到哪里 那最后这边再画一个弧就好了 所以画法呢 其实慢慢的你要抓到那个绝窍 就知道图怎么画了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画一个一条往下的线25 Enter 再往这个方向画多少呢 画82.5 Enter 那这个角度我可以用极座标来画 极座标的部分呢 我可以用设定 有没有 这边可以输入103Enter 这样就可以了 103马上会跑出来 103 有没有 103就出来了 对不对 103出来之后画长一点 没关系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在哪里 没关系 103就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再利用画原 有点原规的这种概念 就是62 然后呢 再来就是再重复 右键重复画原 从这边画过来多少 81 Enter 一定会有个焦点 那这两个辅助原 就等一下画完这个线段 焦点画过来 记得拉水平就有个焦点 对不对 点下去就好了 那这两条 这两个原呢 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按Delete删 删除了 那最后我们就用修剪 把这个凸出来的部分修掉就好 那再来这个地方就画一个图 那弧的部分我知道说它是 它这个角度是55 所以我这边可以用什么呢 绘图里面的弧